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争取到谷爱玲代表中国队参赛后 形象和实力艰巨的谷爱玲 自然成为官方和资本力魄的对象 等到风头过的 亦或者未来谷爱玲退役后 不管她是否保留中国国籍 大概率都会选择在美国生活 首先 谷爱玲在美国出生长大 早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个人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其次 作为亿万富婆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自由度 可比在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得多 最后 她大概率会嫁给外国人 毕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 也碰不到几个中国人 貌似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个白人 谷爱玲只不过是特定时间特定需求的产物 不必泰国看重她未来的选择 包括她是否一直保留中国国籍 毕竟她不是国家队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可以苛责她的忠诚度呢 各局所需吧 北京冬奥会都结束一年了 她的历史使命也算基本完成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